今集会和大家介绍一下澳洲的第三大城市 昆士兰州的首都Brisbane 我尽量会用比较中肯客观的数据来和大家分析 包括衣食住行、人工、交通、楼价等方面 希望可以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 欢迎收看土澳TV Brisbane是位于Sydney的上方 是昆士兰州最大的城市 目前的人口大约是240万 比起Sydney和墨尔本少了一半有多 因为地方大而且人口分布比较散 因此整个城市的人气也会少很多 和Sydney比较是两个很不同的城市 Brisbane的人口主要是以英国、欧洲人为主 华人目前只占了总人口的大约5% 值得一提的是Brisbane是深受台湾人的喜爱 在Brisbane定居台湾人的数目是全欧洲最多的 如果有台湾朋友在看我的节目的话 希望你能留言告诉我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Brisbane 那说到华人了 Brisbane主要的华人区就不是Fortage Valley 因为Fortage Valley是市中心附近 去那里停车是要付钱的 因此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那里的人流 因为在Brisbane住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免费停车的 所以当地很多华人一般都会去Sunny Bank 当然Sunny Bank的地方也大很多 这个Sunny Bank才是Brisbane人气最旺的华人区 Brisbane在生活机能方面当然是和Sydney差很远 华人店铺比较多比较集中的区 来来去就只有Fortage Valley和Sunny Bank 其他地区都有 但规模就差很远了 基本的亚洲人食品和大型超市 在Brisbane都有 但一般都会比Sunny收铺收得早一点 在Brisbane一样会有Costco Coles和Woodworth 好像IKEA这类型的大型链锁店 在Brisbane亦都有 但是中餐或者亚洲菜 甚至乎西餐的水平 就肯定和Sunny就差很远了 那不是说没有 只不过会少很多 而且整体水平相对来说会比较差 尤其是香港人最喜欢的茶餐厅和饮茶方面 Brisbane亦都有几间比较出名的日本餐厅 譬如好像这间日本拉面 它的性价比很高 因此如果你打算在Brisbane定居的话 在食方面的要求就可能要调整一下 说到Brisbane的面积就一点都不小 有16000平方公里 比起物以本足足大了一半以上 因此在Brisbane你感觉上街上的人 比起Sidney和物以本会少很多 我在Brisbane市中心也做了几个月的合同工 市中心的行人的确会少很多 虽然我在Brisbane只住了短短几个月 但以前因为工作原因 我就去过很多次Brisbane 无论租和买都便宜很多 买的话便宜起码超过一倍以上 你在Brisbane拿着几十万澳资 足够你在华人区买一间年地的房子 在Sidney的话 几十万澳资 只够你买一间宅房 在Brisbane就千万不要买房子 千万不要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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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三次 就算连Time House都尽量不要买 因为真的升得很慢 很慢 很慢 因为Brisbane人口少 地又这么多 那你自己可以想想 除非你觉得Brisbane未来的人口 会增加几倍 说到人口增长 Brisbane在过去几年的人口增长率 每年百分之二 但它的人口增长 有四成是来自于新移民 但随着澳洲移民政策的改变 分比大城市的移民名额 就已经大幅减少 即是Brisbane未来的人口增长 可能会降到百分之一左右 因此如果你去Brisbane定居的话 我会建议你不要急着 住一段时间 先看定些 就算买 我都会建议你买有地的House 而且Brisbane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水灾 很多屋之前是被浸过的 因此你最好买地段比较高的地方 我相信这些资讯 地产中介未必会告诉你 而且在Brisbane买二手车 也要注意被水浸过的问题 TOL TV第21和22集 有分享如何买二手车 包括试车 打算买二手车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城市规划方面 Brisbane和米尔本一样 在建立的时候 已经吸收了Sydney的教训 因此在整个城市规划上 比Sydney好很多 因为除了Sydney之外 其他澳洲大城市在城市规划上 其实都做得不错 公共交通方面 你就不要有太大期望 除了在市中心上班 你可以坐火车之外 其他地方都需要駕駛 其他地方是有公共交通服务 但你试过一次之后 我估计你有能力的话 都会尽快去买车 就算坐火车去上班 很多人都要先駕駛 把车停在火车站附近 再坐火车去市中心 因此你在Brisbane生活 你就会想駕駛 物价方面 包括食品水电煤 汽车生活用品方面 其实跟其他澳洲大城市 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东西可能会贵一点 但有些东西又会便宜一点 因此整体来说 其实是差不多的 因此我就不多说了 Brisbane主要是房价方面 比Sydney和Melbourne便宜很多 因为土地成本便宜很多 天气方面 Brisbane属于亚热大气候 全年平均气温是20度至30度左右 但是夏天的温度 是可以高达超过35度 甚至乎更高 有时候可以到达43度 在日头太阳照射之下 真的会热度你跳舞 因此在Brisbane 拥有一辆冷气功能 健全的车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夏天 当然家里亦都要安装冷气 在Brisbane全年平均的阳光 亦都比较多 因此在Brisbane安装太阳林板 是会比较好 但是Brisbane由于降雨量比较多 Brisbane的降雨量是澳洲全国最高 因此膝度亦都比较高 所以你会见到很多屋 是会被抬高的 目的是可以令一家屋 有更加好的通风效果 人工和就业方面 Brisbane的人工 是会比Sydney和米尔本低的 低大约2至3成左右 而且就业机会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 在Brisbane的市中心 很多都是政府部门 私人企业的数目 是远不及Sydney和米尔本的 Brisbane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人口密度低 它是给你一种休闲和度假的感觉 比起物尔本 Brisbane的市中心的风格 是会比较现代化的 Brisbane人的节奏 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慢一点 市中心一到晚上 很多人都会回家 会变得比较冷清 一到夏天 由于天气比较热 很多人都会去大型商场里面活动 因此一到夏天 你会发现街上很少人 但在大型商场里面 就会出现人山人海的情况 当然在Brisbane的人山人海 和香港的人山人海 是完全两回事 但在Brisbane来说 已经是很多人了 教育方面 Brisbane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上的选择 就肯定没有City那么多 但在华人区的学校是不差的 Brisbane也有两家比较出名的大学 包括昆州大学和Griffen大学 旅游方面 Brisbane有很多美丽的海滩 其中包括比较出名的黄金海岸 但其实上面的Sunshine Coast 亦都很漂亮 Brisbane一路开车上去 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其中包括Rodhampton McKay Townsville 和Cairns 由Brisbane开车上去Cairns 路程大约1700公里 其实你开车停下 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澳洲人已经习以为常 来到澳洲 当然要试一下这里的自驾游 在香港最多可以由上水车去大嶼山 在Brisbane飞回香港 或者飞去台湾日本玩的机票 亦都会比较便宜 而且时间更短 比起Sinney飞香港的行程 是会少一个小时左右 如果打算去Brisbane 搞投资移民的话 好处是当地的房价比较便宜 人工和租金相对来说 亦都会比较低些 竞争比起其他两个大城市 亦都会比较少些 缺点就是当地人的消费能力 相对来说亦都会比较差些些 因为平均人工是会比较低些 人口分布亦都比较散 在做生意额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难做些些 而且Brisbane人的消费模式 跟物尔本和Sinney 都可能会有些不同 那今集就聊到这里 希望你订阅点赞和帮我分享出去 感谢收听土豪TV 我们下次见 拜拜